女性衰老加速器排名榜 第四名是勤洗头 第一名女性经常做 衰老这是一个缓慢而又不可逆转的过程 当岁月悄然流逝 我们的面部肌肤也会逐渐变得松弛 失去弹性到了三十多岁 我们往往会感到自己的面部状态大不如从前 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胶原蛋白的流失 胶原蛋白是支撑我们面部肌肤的重要成分 随住年龄的增长 它的含量会逐渐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女性朋友会选择通过化妆等方式 来掩盖自己脸上岁月留下的痕迹 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手段来保持自己的美丽动人 然而与男性相比 女性似乎更加关注自己的容貌 并在抗衰老方面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这是因为女性在容貌上的付出往往更多 也更加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 生活中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都会加快衰老的来临 为了延缓衰老的到来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些不良习惯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女性衰老的加速器排行榜 了解清楚后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这些不良习惯 从而延缓衰老的到来 中国女性的衰老时钟 中国科研团队在研究了113名20到66岁健康的中国女性志愿者的数据后 发现女性的衰老过程存在两个关键阶段 30岁和50岁 这项研究涉及了多种生物标志物 包括表型组学 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 对衰老进行了系统分 研究结果表明 在这两个年龄段 女性的身体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首先 炎症激活在衰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随住年龄的增长 身体会逐渐出现炎症反应 这会导致身体逐渐失去平衡 其次 激素异常也是女性衰老的一个重要因素 女性在30岁和50岁时激素水平会出现波动 这可能会对身体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最后 多组织功能退化也是衰老的表现之一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会逐渐下降 这也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 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还发现 激素异常可能是影响女性衰老的最主要因素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在30岁和50岁时容易出现激素水平波动 从而加速衰老的过程 此外 女性在这两个年龄段还面临着其他的变化 例如生育期和更年期的到来 这些变化也容易引起激素分泌的波动 面对衰老 很多人会感到模糊 惊慌和害怕 然而 通过全面认识衰老的过程和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衰老的本质 从而以更好的心态去迎接它 女性开始衰老时 身体会给出五个提醒 皮肤变化 皮肤可能变得干燥 松弛 出现皱纹和色斑 皮肤弹性和紧致度可能会下降 同时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的生成也减少 骨质疏松 女性更容易在衰老过程中出现骨质疏松 骨密度减少 骨骼变得脆弱 增加骨折风险 更慢的新陈代谢 随住年龄的增长 新陈代谢会减缓 导致体重增加和更难减肥 此外 脂肪的分布也可能发生改变 更多的脂肪可能在腹部堆积 激素变化 女性在更年期时会经历激素变化 如此激素和孕激素水平的下降 这可能导致一系列的身体和情绪上的变化 如热潮红 失眠 情绪波动 肌肉和力量减退 衰老会导致肌肉质量和力量的减退 这可能会影响日常活动的能力和身体的耐力 女性衰老加速器排名榜 第四名是勤洗头 第一名女性经常做 第五名 结石 结石这一看似减肥的良方 却可能成为女性衰老的加速器 当女性朋友为了追求苗条身材而过度结石时 她们的体内营养摄入不足 导致皮肤 头发等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营养支持 从而使她们看起来更加衰老 此外 结石还会影响女性的免疫力 当女性朋友过度结石时 她们的免疫力会下降 使她们更容易受到病毒和细菌的侵害 这不仅会影响到女性的身体健康 还会影响到她们的心理健康 结石对女性朋友的危害是巨大的 它不仅会使女性看起来更加衰老 还会对她们的皮肤 头发和免疫力造成负面影响 第四名 勤洗头 勤洗头这个看似日常且无害的习惯 实际上可能成为女性衰老的加速器 许多女性朋友为了维持光鲜亮丽的外表 常常会在一天中洗两到三次头发 确实 即使清洗可以保持头发的清洁度 但是过于频繁的清洗 却可能加重发根和毛囊的损伤 头发的生长和健康离不开头皮和毛囊的支持 然而 频繁的洗头 不仅无法为头皮和毛囊提供足够的休息和修复时间 还可能破坏头皮的天然油脂平衡 导致头皮变得干燥和敏感 这种情况下发质逐渐变差 脱发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 第三名 爱发脾气 在日常生活中 一些女性朋友常常表现出烦躁不安 一怒一暴的脾气 这使得她们在面对不顺心的事情时 往往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当场大发雷霆或者将情绪压抑在心中 导致自己无法释怀 当脾气无法得到释放时 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爆炸 最终影响到个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 这种情绪的压抑和积累 不仅会影响女性的外貌 更会对她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加速她们的衰老过程 第二名不爱喝水 不爱喝水不仅是女性衰老的加速器 也是身体不健康的导火索 水是生命之源 是人体内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 它可以帮助维持身体正常的代谢和生理功能 同时还可以保护皮肤和头发等器官 随住年龄的增长 女性的皮肤和身体状况会逐渐变差 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 就会加速衰老的过程 据研究表明 不爱喝水的女性更容易出现皮肤干燥 皱纹和色斑等问题 同时还会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和免疫力 第一名 长期熬夜 熬夜已经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的生活常态 特别是对于许多女性来说 熬夜更是难以避免 然而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对身体和皮肤造成极大的损害 经常熬夜会导致睡眠不足 这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 还会加速皮肤细胞的衰老速度 皮肤细胞是人体最活跃的细胞之一 它们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 但是如果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和营养 就会导致皮肤暗审干燥粗糙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皮肤的美观 还会使皮肤失去原有的弹性和光泽 延缓衰老有诀窍 这四点照着做 你或比常人更年轻 健康饮食 均衡的饮食对于延缓衰老至关重要 增加摄入新鲜水果 蔬菜 全穀物 健康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比例 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 高糖和高盐的食物 摄入足够的水分 有助于保持皮肤的水润和弹性 积极运动 定期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肌肉和骨骼的健康 运动还可以改善心血管健康 增强免疫系统 减轻压力并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 充足睡眠 充足的睡眠对于身体和皮肤的修复和再生非常重要 确保每晚获得7-9小时的高质量睡眠 建立规律的睡眠时间表 避免过度疲劳和熬夜 健康的生活方式 避免吸烟和过度饮酒 因为这些习惯不仅会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还会加速衰老过程 此外 减轻压力 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也有助于延缓衰老 女人过了30岁 常用这三物泡水盒 有助于保养皮肤不显老 枸杞 枸杞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B2、C、E等 以及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 具有滋补肝肾 明目养血 增强免疫力等功效 长期饮用枸杞水 可以改善皮肤状态 延缓衰老 玫瑰花 玫瑰花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C、铁、钙等 具有疏肝解育、调节内分泌、美容养颜等功效 长期饮用玫瑰花水 可以改善皮肤状态 使皮肤更加细腻、有光泽 柠檬 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柠檬酸等 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作用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等 长期饮用柠檬水 可以改善皮肤质量 使皮肤更加白皙、有弹性 越毒延伸、女性绝经越早、衰老越快、寿命越短 是真的吗? 女性绝经的时间与寿命的长短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绝经是女性升职功能逐渐减退的自然过程 随住年龄的增长 卵巢功能逐渐下降 雌激素水平降低 导致月经停止 绝经的时间阉人而异 受到遗传、环境、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虽然绝经后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下降 但并不意味着寿命一定会缩短 许多女性在绝经后仍然能够保持健康、快乐的生活 然而 过早绝经可能会对女性的身体产生一些影响 如子宫萎缩、生理功能不足、骨质疏松、睡眠质量下降等 这些影响可能会使女性的生活品质下降 但并不一定会导致寿命缩短 遇到医疑感